这是啥大爷 这叫梅花糕 梅花糕 多少钱一个 一块五一个 梅花糕 这个是面是吧 面糯米粉 糯米粉 这个馅就是梅花 豆沙 那怎么是梅花糕呢 形状像梅花 形状像梅花 梅花糕 你不要耍牛蒙 你是女人 我说你要 你要再耍牛蒙我就不紧了 不得打不成了 真紧 梅花糕 你还没有花糕 你还要来 啊 哦还要再浇上一层 好 那是太多了 我还没有想到 好啊 没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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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下面有个大铁饼 多久能好 很快 很快啊 三分钟四分钟 三分钟四分钟 一个 这个不是费的 只要装钱的 那 这个是啥 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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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一个 哦 哦 哇 还给我一个 对 他送你一个车 你等他走这一会儿 你还走着温路来 你不就赶紧了 那个是豆沙 老板说是豆沙 它这个形状看得跟梅花一样 所以叫做梅花糕 看啊这个 非常火爆的一个场面 很多人看 他们不是吗 一人跟他一个吃不就行了 不是给他们吃 他们吃完了 他们吃完了 这个是甜味了吧 甜味再香味了 甜的啊 等一会儿行吧 好嘞 我买了一个 看这生意火爆的 梅花糕 刚出锅还有点烫啊 这个好烫好烫的 有点类似于面包那个感觉 里边是豆沙馅的 甜甜的 它也不是那边不像蜂蜜那种特别甜 就是微微的有那种甜甜味 这个吃起来焦焦的 这个吃起来焦焦的 上面的话吃起来也是 好像是撒了一层的 类似于那种 风浆那种东西 就是撒上去的 所以说也是甜的 整体吃上去 软软重重的 挺好吃的 梅花糕 南方明吃1块5一个 好多人在这等着 行 我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再见 请帮忙点赞关注 谢谢支持